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用户为缩为1920的朋友打赏了50元 用户为缩为1920的这位朋友几乎每次都是50元 几乎每次都打赏 非常非常感谢 受之有愧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接着昨天的聊 就是最近两天呢 我们关于聊推手 也是很多粉丝朋友说明哥能不能多聊一聊推手 原来呢 在美国没有回来的时候呢 我跟他们说了 说这个没有搭档推手聊不清楚 这个这两天呢 还没有搭档来 因为我是在家里边拍视频 在家里边拍视频 所以呢 过几天我把家里的卫生什么东西 该修的东西都修好了 什么忙 轻了以后呢 我就把这个拍的地点放在外面 这样就有搭档了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说 昨天我们聊那个推手的总的原则 一个是你推手的推手和打拳一样 一样 你打拳是不用力的 推手也要不用力 那么要想胜 要想赢 那就是要从太极的角度上去考虑 不要用力 要什么 要引进落空 对吧 要沾脸碾水 那么我们昨天聊的说 太极拳 首先呢 它是以太极推手 首先它是太极拳这种武术 由断练套路到实战中间 推手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那么既然是训练为了达到实战进行了推手 首先在打手的时候 一定要从右到左 从左到右 画一半圆 这样呢 从上到下 这个身体都护着 这是一个打手 大家可以看那个 在过去有一个全国太极拳什么散手比赛 那个大家可以看 你看它打手的时候都是先搭这样打 对方是右手 我也是右手 这样打 我的人在他这边 他的人在我手的这边 对吧 那么这个就比较安全 这个 很多很多 甚至99%的就是在公园推手的 说打手都是这么上去的 人来了就是这么一上 这是昨天聊的 这样就整个中门打开 我们说打拳要守中 中间要把他守住 要用中 守住中间 要用中间 打中间 就是要守中 用中 要打中 那么这个是昨天聊的 昨天呢 我们还聊到了 就是 要不用力 要引对方出地 然后呢 把对方的力借来 这是他也推出了 要练习的东西 对方的季节来以后 我们昨天也聊到了这个词叫引进落空 那么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什么呢 引进落空 这个空 你怎么空 你怎么练 你怎么找到空的感觉 空到底是什么 怎么练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空的问题 关于空的问题 在民革聊太极的这个视频中间 以前是有过这个话题的 其实呢 为什么又聊了呢 又聊这个空了呢 因为这个太极拳就这么多东西 你聊来聊去 聊来聊去 还是这些东西 反复说 天天说 天天说 所以呢 但是呢 每次讲的时候呢 有时候会补充一点 因为我昨天 前天都说了 你都十分钟 你不可能包罗万象 不能面面俱到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聊这个空 首先空 你怎么怎么空的 那空就是没有 那么没有这个东西 是不是你这一搭手 对方的进来了 我这个手空掉了 那么这种空呢 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你或者你看上去是这样的 那么正确的空呢 其实呢 它是从脚底下 身上空 啊 这个点的位置 它是不动的 比如说对方的镜 搭到我这上面 我想空 我用这个地方 那是空不掉的 而且你这个地方一空 对方就会知道了呀 对方知道你空了 它还会上当吗 它不会上当呀 那么对方的镜在这里的时候 那么我们 这一个腿 比如说我是一个石的话 我前腿如果是石的话 那么我这个从脚下空 那么这个脚下空 是不是你这个石腿 膝盖一弯就空掉了呢 它仍然不是 那么怎样找这个空呢 好 那么现在我来说一下 对大家有个启发 也就是我平常说的 我们原来也涉及到这个东西 就是你刚开始走的时候 你每卖一步的时候 都要松一下才能卖 你仔细的体会 你要做某一个动作的时候 首先都是要 都是要空一下 都是要空一下 那么从这个点上 你只要把这个东西体会到了 然后你认为民歌讲的对 你然后才能够 才能够把这个东西学到手 那你说要感觉你 感觉它是假的 那你就学不到 那么就是你这个石腿 不是弯了空了 而是另一条腿 另一条腿在做一个动作 比如这个力搭到上 我想空 这个石腿直接弯是不行 你要卖 左腿 比如说我右腿是石腿 我把另外一只腿 准备卖路 我一准备 我一准备走路 这个地方就空 但这个地方没动 我向后 向前向左向右 那我这一条腿 如果是石腿的话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我这只腿一动 这个就空了 我这只腿一动 这就空了 就这一点点 就这一点 你去体会 去玩索 去玩味 去练习 好 那么 脚下脉步 可以达到这个地方空的目的 那民歌聊天一说 谈死不谈虚 不谈理论 只谈实际 实际就是用脚来脉步 这是一个 你找到这种感觉 第二个 那么我不耐露 它能不能空 它也能空 但是也不是用这个地方空的 也不是用搭的地方空 这个地方不动 假设的话 我这个是沉重腿的话 那么我这个 跨 腰 周身 要协调 这个地方是本来是 近搭的上去 那我要空 叫不想卖步 我不卖步 我的脚不离地 你离地叫卖步 对吧 我不离地 但是呢 我做一个离地的动作 你看看 这个离地搭在上面 我本来我是卖另一条腿 使它有一个空的动作 但是呢 我不卖腿 我做一个卖步的动作 我准备卖步 我腿实际上没拿起来 准备卖步 和那个卖步是一样的 只是腿不离地而已 我想卖步 我想卖步 你看 我想卖步 就是这一点点 你体会到了 就完成 但是 我说 刚才说了 关键的一点 你承认它 接受它 你去练习它 去体悟它 空 你就得到了 就这么简单 你看简单不简单 很简单 至于说那个要是写文章呀 或者是看视频啊 长篇大任的 你看不懂 那么老师 有的老师 他也会空 但是他在教你的时候 他不这样教 你不知道到怎么回事 他不这样教 他说的非常复杂 你不了解 我今天这样说 你就照顾我这样做 就是一点 就是准备走路 准备走路 脚拿起来也可以 脚步拿起来 做一个准备的动作也可以 这个地方就空掉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好 那么 关于 引进落空 这个空字 今天 我就聊那么多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么 下面的东西 说推手是被实战做准备的 只要能 太极拳 你只要能空掉 你想一想 一个我这个镜 往别人身上去 我一摸 没摸到东西 就像我 我走路的时候 我哎 这有一棵树 我看 眼看 黎老 他不是树 我一扶 他没有东西 哎 我一扶 没扶到东西 你想 本来我是要扶到东西的 我没扶到东西 这时候 这种状态下 你再受到攻击 你会怎么样 必败无疑啊 对不对 那对方一空掉的时候 对方的这一种状态 在这种被我空掉的情况下 这时候我做任何动作 给他任何打击 那么他是没有任何招架之力的 因为他被空掉了 这个状态的时候 太极权这一点 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么关于太极权的空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至于所有不同的看法的人 这个不同意的观点的人 你就按你的方法就行了 你不必要去争论 谁对谁错 不需要去争论 好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转发 欢迎大家转发 点赞 收藏 关注 收看 谢谢大家 明天再会